15年都不过是现在看依然很惊艳的龙葵中式淡妆 如果你化妆两小时 却又龙又咖 一定要试试这个减发妆 然后不看底子 没有这种无神念 都能放大人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大剑 淡妆没什么变化的 差的可能就是这 三个细节 妆前处理一下毛孔 重点一 早期女明星的底妆质感都很透 微微光则显着人很生动 很有生命力 所以咱们的粉底 用这种比较水润的奶油肌 有啥色的地方 在局部叠一小层 就可以遮得差不多了 也不会厚重 肥眼圈也可以来一点 去掉大部分的色尘 整个皮肤很显贵对不对 高光不平整的色调皮量 定妆 定脸庄 保留中间这条自然的光泽 明暗交界线 会显得脸更瘦 把地线脸皮和稳路的地方 重点二 没眼 无神便有神 差的只是颜色深浅的位置把扣 夹心眼妆 再用一个比阴影 深一点点的棕色 在双眼皮里面的位置靠近眼珠 往后摸到我们下肩 卧彩延伸的这个折角 把它包下来 画到眼珠的位置 眼尾勾折角是拉长眼睛和变有神的关键 然后用单款 白红嫩粉色 然后在双眼皮上一点点 平补 连接下面的颜色 让眼妆更柔和 就用阴影上眉底 包到眼头 再往后 看到我们原本眼尾的地方 再往下包住我们所有眼影 前面卧彩的位置也压一点下来 把我们突起的眼带位置压下来 雅光高光 清理一下边界 双眼皮上面一点的位置 往前带 做一个小截带 还有卧彩 把眼睛左右 上下的扩大 拉到对比都显得眼睛更深色有神 刀锋刷 刷回第一个颜色 把眼头快差一点 还有下眼睛 拉到眼珠的位置 图点眼线不要把双眼皮湿掉 会显得眼尾这里很局促 先眼珠的位置给它补圆 后面的眼线顺着我们的双眼皮平行下来 指甲勾起来一点 睫毛我们就是自然的 刷起来比 眼珠前半都拉平一点 勾勒一下眼角 这一步很重要哦 一下子就可以让整只眼睛看起来像笑眼一样 特别灵动 还可以把眼角形状体亮得更清晰 有点高质感 但是我们的黑色眼珠把下三白去掉 鼓勾小眼 灵动有神古典眼 刷眉毛 很多人嫌脑显中 就是忽略这个眉眼间距的问题 眉毛颜色太重 导致眉压眼 我们在眉的话 最好就是用眉本去画 缺的眉头往后平呢 到原本眼尾的地方 再微微的往下垂 不强调眉毛 它是有一点醋眉的感觉 所以我们先皱一下眉头 在皱眉的情况下 把它化成一个平眉 这样子它就有一种 比较醋不醋的氛围在 整个眉头是融在我们的眼眶骨里面的 会显得我们眉眼更立体一点 眉眼妆不会那么散那么空 鼻头是窄一点点就可以了 画一个菱形 这一个寒偶线把它打掉 再拉到人中勾的地方 把人中刷感和眉眼间距体配 重点三我们就要把 脸外周往上提 把它变得更紧致更大气 脸周三条紧致线 额头转角角 全骨拉到颜尾 上了线比较脆的地方 直接在正面给它提高 再往后扫 衔接到上面 那就是线条还在这 但整张脸就会提起来很多 成胀色的粉色腮红 放在面中苹果肌的位置 衔接到阴影里面 让面中更柔和 正面看着镜子 把眉尾对过来的提点 让它变得更流畅 破宽太阳旋 眉笔往前压并脚 帮我把眉底过来的 这个太阳旋提亮 把它变成这种 上花下窄的流畅脸型 它就会显得更大气 粉红我们选一个 橘色一点 比较明亮的 它会加点颜色上去 让下窄层的颜色 淡一点 不需要太重 它直接叫收拾神 只要把握好颜色的位置摆放 你也可以 淡妆变美很多 剧场也会非常轻易标志 中式古典大美女的感觉 电门